台灣大道車流量本來就大 上下班尖峰時段更是誇張 但就在車水馬龍的另一邊 西屯段東海橋下 來了一個大反差 往下一看 上下一橋之隔 簡直兩樣勤 橋下堆了一整排雜物 還有酒瓶水罐 這些都是49歲料性男子所有 誇張的是他疑似偷接電 現場還有電風扇電燈 窗戶生活用具以應俱全 就像是工業風廢墟 警方當時火爆到場 警戒男子持有二級毒品 研判他應該住在這邊好一陣子了 男子工程有多次毒品前科 早就和家人斷絕往來 平時白天打零工 晚上就回橋下吸毒接引 有時還會到法子西邊釣魚吃 生活過得好不切意 不過現在吸毒招待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記者韓志欣謝雲珍台中採訪的了